日本首相官邸官员证实,首相安倍晋三十四日晚,向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承诺,如果俄方一家北方四岛,及俄方所称南千岛群岛中的瑟丹岛和池五珠岛,岛上将不会设美国军事基地,利用三新加坡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的机会。 安倍与普京十四日晚会晤,日本朝日新闻,十六日以首相官邸高级官员为消息源报道,安倍告诉普京,收回瑟丹岛和池五珠岛后,日方不会允许美军在那里建基地。 安倍2016年11月会晤普京前线,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尼古拉·帕特鲁舍夫与十任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泰兰会谈。 帕特鲁舍夫询问谷内,如果俄方依据日资共同宣言,向日方一交两岛,岛上是否会设立美军基地? 谷内回答,有可能,普京随后在会晤中向安倍提及上述对话,说如果有这种可能,那谈判就结束。 安倍当时解释,称那是误解。 一名日本外务省高级官员向朝日新闻记者解释,美军可以要求在任何地点设基地,但日方同不同意是另一回事。 俄罗斯国家电视台15日,国方一档实施节目,讨论俄罗斯国家安全与俄日关系,一名嘉宾指出,如果俄方向日方移交岛屿,美军设施和舰船,可能出现在岛屿周边海域。 而日方无法拒绝美方增加基地的要求,安倍与主经在新加坡会晤时商定义日资共同宣言为基础,加快日俄和平条约谈判进程。 朝日新闻报道,安倍政府对俄谈判方针发生转变,改为推动俄方先行归还两岛,安倍政府一名高官14日晚说,国后,加州两岛上住了那么多人,俄罗斯怎么可能归还? 朝日新闻解读,日俄就争议领土分歧大,谈判面临不少困难,日方是拿回瑟丹岛和持武朱岛为第一步,最终仍要俄方归还全部四个岛屿,而俄方几乎不可能接受这一方案。 对先拿回两岛的方案,日本国内也有不小的反对声。 另一方面,尽管俄方中是1956年日资共同宣言,日俄没有就色丹岛和持武朱岛主权归属达成一致。 普京15日告诉媒体记者,宣言没有提及两岛主权归属,结果取决于今后谈判,日本内阁官方长官建议为16日说,一旦俄方归还两岛,当然可以确认日本对两岛拥有主权。 刘秀玲新华社专特稿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